哈喽,巴尼兔,跟着我们一起说音乐,唱故事吧! 猪八戒,爱妖宫,而且浮夸,孙悟空呢,则是嘴灼,明明很想要,却很骄傲说不出口,他要师父给他抱抱,来到这个水果园,孙悟空跟猪八戒都想要当那个给师父吃水果的人,得到师父的赞美,说他好棒,可是师父好像没有发现孙悟空的心情耶,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?我们就一起从音乐中找线索吧! 小朋友,如果你们想要听完整版的音乐故事,记得要到简介里面去找订阅的连结哦! 满山遍野的水果 师父喜欢那一种 红彤彤的大苹果 猪八戒是根皮虫 满山遍野的水果 师父喜欢那一种 营养丰富的花龙果 师兄,你为什么推我? 满山遍野的水果 土耳什么都给我 其实我最喜欢奇果 天保独自继续走 满山遍野的水果 满山遍野的水果 去既的路不好走 还好有这些回忆过 天保独自继续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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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听完了 小朋友你们喜欢吗? 如果你喜欢今天听到的内容 更不要错过我们现场的表演 全台都有演出哦! 这是一个适合 两岁到十岁的家庭 一起欣赏享受的音乐剧场体验 我想要把妈妈 带我去看音乐剧 那就快搜寻IG 邦尼兔底线邦尼兔 或FP粉丝专页 邦尼兔亲子Music Lab 预约台北每周五 周六周日的场次 五月份西游记 威尔蒂超级好看哦! 哈喽邦尼兔 说音乐唱故事 下周空中见! 摩护 姜 摩护